本欄目由 Convita 特约赞助播出 为你和你的家庭建造病毒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新西兰企业用工90天试用期政策被废除 闯红灯事故频发 奥克兰高危路段新增摄像头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新西兰2018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12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昨天新西兰总理杰森的阿甸宣布 废除前国家党政府提出的 企业用工90天试用期政策 员工超过20人的大公司 不再试用90天试用期 但员工少于20人的小公司 不受影响依然试用 该提案将在下周进入国会 2月初进入一度程序 2009年前政府提出小公司有权 对雇员进行90天试用期政策 2010年试用范围扩展到了所有企业 这项政策允许老板试用新员工多达90天 但是常常被个别老板滥用 此次新政府主要针对工会权利和集体谈判等问题 对国家党政府的一些政策做出了重大改革 包括在集体协商中敲定各级工作人员的工资率或工资范围 为工会代表提供待薪时间等等 保障其在履行代表义务 为其他工人维权时继续获得薪水 要求雇主向新入职的员工提供工会组织信息 并询问其是否愿意加入工会 加强对工会成员的歧视保护等等 同时恢复被国家党废除的政策 包括恢复法定休息和午休时间 针对员工人数不到20人的小企业保留90天试用期 被不公平解雇时将复职作为主要的补救措施 对弱势行业的员工提供进一步保护 恢复劳资薪酬协商制度 雇主有责任组织协商 恢复工会集体协商早期启动时间表 废除罢工期间工资扣除规定 新员工在入职前的30天按照集体协议条款受雇 工会成员在为事先征得雇主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进入工作场所 近日奥克兰交通局在部分重要路段 安装了新的闯红灯监测摄像头 以督促市民遵守交通规则 提升高危路段的安全性 这些安装了新摄像头的路段分别为 奥克兰西区的Lincoln Road Swarzen Road T-Pie Place Block Hospital Road 奥克兰北岸的Albany Highway Otihar Valley Road 奥克兰市区Grain North Road K Road 以及New North Road Ims Road Freet Arms Drive 奥克兰交通局表示 这些摄像头均为最新科技研发产品 交通局会进行远程操控 数据将直接发送到管理中心 他们还计划今年内将增加更多的摄像头 因为闯红灯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违规现象 尤其对于20到39岁的人群 58%因闯红灯而酿成的车祸都是由他们造成的 交通局之所以要在许多路段安装摄像头 是希望提醒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出现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奥克兰交通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 奥克兰共发生了69起致命及重伤的交通事故 都是因闯红灯而造成的 共有4人死亡75人受伤 罪则方司机年纪在20岁到24岁之间的占比为27% 25到29岁占比14% 30到39岁占比17% 93%的车祸发生在城市路段 67%的车祸发生在工作日 6月和8月是闯红灯车祸事件最频发的月份 分别占比14%和12% 事故中58%的司机持有正规驾照 24%的司机持有学习或限制性驾照 新西兰汽车协会AA表示 几乎90%的AA会员都经历过其他车辆闯红灯的经历 并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的监测摄像头 他们对奥克兰交通局的做法表示支持 并呼吁其他城市也效仿这种做法 昨天奥克兰交通局公布的一份预算草案 大幅削减了有关自行车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资金 引起了不少骑行人士的抗议 据了解奥克兰交通局的预算草案 在自行车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 由2018到19年的6500万 降至2019年到2020年度的650万 铁路方面的预算资金也有所减少 在2018到19年度的预算1.3亿基础上减少约1000万 交通局发言人表示 2018到2019年度投入6500万资金 意味着前一年一些大型的自行车道的竣工 政府也通过城市自行车道基金给予了资金支持 2018到2019年以后 每年650万纽币的资金预算 因为目前还没有下一步需要实施的升级计划 然而交通倡议者认为 削减预算忽视了未来10年的计划 预算案显示了对其行的反对姿态 环境倡导组织负责人Loger Black表示 这是奥克兰交通局向议会提出的未来10年计划 显然预算案对骑行是不提倡的 这与奥克兰市长Failgolf议会和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 据了解 奥克兰交通局将在下周开会讨论这份预算案草案 Black表示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进行考虑 如果鼓励人们不开车选择骑行 那么就需要提供安全的基础设施 而这份预算草案决定的未来方向似乎正好相反 最近2018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正式发布 在今年的榜单中 有119个国家和地区 新西兰位居第12位 中国排名第43位 在今年发布的这份报告中 共有119个国家和地区 加上90个城市 整份报告设置了68个评判标准 在教育体系 人才市场 人才成长和鼓励就业等多方面 对各个国家和城市的表现进行评估 并对科技发展与全球化趋势 对未来工作岗位的影响 做了调查分析 在今年各国的排名中 新西兰位居第12位 中国排名第43位 前三名分别为瑞士 美国和新加坡 欧洲国家在这项排名中继续保持强势 在前25名中占据了15个位置 澳洲则排名第11位 在今年的城市排名中 奥克兰位居第46位 北京排名第55位 前三名则分别为苏黎士 斯德格尔摩和奥斯路 欧洲城市在前25名中占据了17个位置 澳洲的悉尼则位列第20名 根据新西兰网络安全机构 NASIF的数据显示 刚刚过去的2017年 新西兰人因诈骗造成的损失 共计1000万纽币 而网络和电信诈骗是重灾区 此外网链诈骗的数量也在递增 进入2018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受害人被诈骗的金额 已经高达140万纽币 NASIF首席执行官Mark Coker指出 如今的骗局越来越复杂 即使人们不贪婪 也容易中招 骗子能够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 获得大量个人数据 当接到骗子的电话 对方能准确说出很多个人信息 或者声称受害人的电脑有问题 为受害人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修理电脑 致使很多人掉进陷阱 被偷走包括银行账户在内的 大量个人信息 目前在新西兰有两种 典型的诈骗手段 分别是冒充纽航 和威德克尔巧克力公司工作人员 请民众参与调查 完成调查后 即可赠送机票和巧克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 获得用户的个人信息 由犯罪团伙 进行下一步诈骗行动 在华人群体中 只有南方口音的骗子 冒充中国使馆人员 给华人打电话 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大家 网络账户最好设置 复杂的密码 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持警惕 不要在网上 轻易留下自己的详细资料 定期使用杀毒软件 并及时更新 最新数据显示 奥克兰房价最贵的街区 是位于东区的 威斯福尔的 Streetsville 这条街上共有7套民宅 平均CV价格高达675万牛币 而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奥克兰最贵的街道 Criminal Street 在这次统计中 下降到第二名 平均CV价格630万牛币 数据显示 在奥克兰258个城区里 其中有12个城区 房产平均CV价格 超过400万牛币 其中有4套房产的CV价格 在500万牛币以上 奥克兰的每一个城区内 都至少有5套房产 是全市最贵房产 奥克兰常年最贵的街道 Kermore Street 在这次统计中 下降至第二名 这条昂贵的无畏境界 从2011年 被列为最具价值的街区 目前仅有14处房产 房主多为富人 健身房的业主 律师 以及房产开发商 平均CV价格高达630万牛币 Tapora是距离 奥克兰市中心较远的 一个城区 位于北部Ronning 这里最贵的一条街道 是Ocaho Kora Road 街道上共有11套房产 平均CV在49.5万牛币左右 但依然是奥克兰 最具价值的32个街区之一 最近一名激流岛上的房主 在没有获得资源许可的情况下 在岛上砍树建房 被法院处以罚款2.1万牛币 这位房主砍掉了 Cowse Bay Road 303的树木和植物 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套住宅 该住宅超过了 该岛的建筑高度限制 并且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审批 而且建房的地点 属于重要生态区域 房主因此受到了 奥克兰地区法院的两项指控 并被法院处以2.1万牛币的罚款 他本人也承认 违反了资源管理法案的规定 奥克兰议会表示 遵循区域规划的规定非常重要 没有获得批准 就在具有生态意义的地方建房 将会对生态造成严重影响 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果违反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或者继续忽视法律规定 议会将采取强制措施 包括法院起诉 好 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关注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一个美丽的保护系统 它是一个美丽的保护系统 本应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哪家墙 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做房地产中介已经五年了 从默默无闻 到年续成为分行第一 全国前25名 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用心 秉承初心 我是温郭 您用房 我用心 黑色瞳孔 洞见人间百态 香音婉转 倒进世间冷暖 人与自然 一定要给他一份礼物的话呢 我想这个礼物一定来自大神 人与动物 知道他在这里 也就有一种安慰 人与文化 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说的话 咖啡是作为一种时尚品 咖啡是他们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 人生要把自己的时间 开始安排 我希望把我的生活安排 就是说有成就感 新西兰大型华人纪录片 人物质 中西融合 倾情献用 线丝图 中西兰大型华人纪录片 进去 天面 天面 识 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